字幕提供 特別是為了這次電影的 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的諾言 做了一個快展的演唱 沒錯沒錯 首次喔 跟爸爸 對 其實呢 因為這部電影啊 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 我跟英雄首次合作 然後諾言這首歌啊 其實就是很多五六年級生的回憶 然後像是甚至我阿公 他已經八十幾歲了 他去戲院裡面聽到諾言 也說哇 感動 就好好聽這樣子 對 所以非常開心 這次可以來快展的活動 我們這部電影 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破譯的話 我們就要辦個演唱會 那大家也知道 這部電影裡面 除了由我就是來唱諾言以外 還有我們主角愛儀良也是歌手嘛 那當然就是我們在那時候在講說 如果真的破譯那康仁 就是平常也沒有在唱歌的 或孟柏他們都也可以一起來唱歌 還有榮家 對阿 我知道我知道 還有林宏 還有林宏 鄭榮好像蠻強大的 還不錯吧 而且我還想說我們可以來唱跳啊 美孝姐唱跳 對 還不錯吧 你們可以唱跳這件事 呃 美孝姐沒有答應啦 有破譯就答應 有破譯就可以 對 靠大家了 我自己是看了兩次這部電影 然後我每次就是這兩次分別感動的點都不太一樣 那我可以感覺到粉絲啊或是觀影的人給我的反饋就是說 他們可以共感不管是你是年輕族群或是你是媽媽的年紀 都會有一些激勵你或是觸動你的點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全家人一起看 對 沒有什麼年齡上面的限制 對 然後我覺得一定要看兩次以上 真的 因為每一次看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對 有不同的點 包括裡面的戲跟音樂上面我們那時候所做的各個巧思 我覺得真的是看個兩三次你們會發現有更多更多的驚喜 大部分問我的問題就是說第一次拍電影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其實我覺得我的角色就是我還蠻能連結他 因為他個性就比較脾氣比較硬 然後就跟我蠻像 但是大部分人都會一直問吳康仁說為什麼他要增胖什麼的 但其實他的答案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角色設定的時候他需要是一個熬夜 然後一直要追求自己的夢想 但是就是生活習慣非常不好的一個 就是一個狀態不好的一個導演在裡面 所以呢其實我覺得他增胖20公斤真的有幫助到他角色蠻多的 那接下來也會想挑戰戲劇 但希望就還是以本色演出的方式 因為就是 就是一個跨一個變成演員這件事本來就需要很多練習 所以可能類似像怎麼樣一樣是比較有脾氣比較硬的嗎 不一定是脾氣比較硬的 應該是比較符合他這個個性的角色 比較符合我的人設可能不是那種太可愛的 就是要有自己的主觀意識的女性 要有自己的主觀 對 所以我可能還要再練習一下這個部分 所以不會可愛的時候感覺撒個招 撒嬌 撒嬌喔 但不要太誇張 可能會 因為我是中低音的所以就會用中低音的方式撒嬌這樣可以嗎 都可以聽聽看嗎 蛤 撒嬌嗎 中低音的版本 中低音的版本 不要啦 不好吧 是這樣嗎 變兄弟了 變兄弟了OK